我已經走到漁南道 這裏是貝奧新圍村 這裏有指示寫字,由這裏去濕浪 亦是經芝麻灣道過來的 我們繼續去鳳凰徑12段 只要我們這裏走的時候 還有10K,12段有10K,10K還是11K 就可以去澳門草馬塔 前面有一個非常美麗的沙灘 前面有一個貝奧沙灘,很美麗的 那裏也有一個營地,也是政府的 就是貝奧的營地,我們也會過來看看 如果鳳凰徑12段是這裏直去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從這裏進來 看看貝奧沙灘和營地 我真的還是ível葬 那個,我可以 Lao dream 這個的營地 就像是現在一裏 我會說,我還有一個展望 就是了一隻營地 所以,這 Grape,我可以進去 是你怎麼看 是一隻手 在蓋地 我们现在在贝奥的沙滩里面 贝奥沙滩是在十二段经过的地方 也是贝奥营地 贝奥营地是另一边 贝奥沙滩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大 你看看 右边挽了一边 慢点 下降 阿玟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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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云坛和这个营地 我刚才终了一个圈子 刚才想到这里走一圈 转回头,沿着那条路一直走 走到这里 这个位置真的很棒 海边,大沙滩 这边还可以看到潮退的样子 哇,飞到流油,很棒 就已经上了大暗户了 在大牛湖这里简直景色一流 刚好太阳落山 光已经射在湖面金黄色 在贝奥营地和沙滩那里 接着我正前方就是二东山 大东山和凤凰山 景色没得定 那这里就是最高大牛湖上面的发射塔 接着我正前方就是 刚才我上来芝麻湾郊游径那座山 好像叫做龙尾 我都不太记得是不是叫龙尾 那座山 哇,想不到大牛湖山这里 景色这么正 很快 还不太记得 大牛湖山 啊 有点不太记得 大牛湖山 好快 大牛湖山 快快 大牛湖山 最後一步 其實去到大鴨湖山的時候是有驚喜的 因為我沒有估計到原來在大鴨湖山上面的風景是這麼漂亮的 現在走到最後一步 基本上由大鴨湖山下來了 現在正在走鳳凰徑的最後一步 應該很快就到梅坡了 因為後面其實是馬路 如果沿著馬路下回梅屋碼頭更快 但是我們今天是走鳳凰徑 然後就跟著鳳凰徑走 鳳凰徑走到旁邊的山頭 才下回梅坡 其實很快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go go go Company 背對 叫鳳凰在裡面 我沒有朋友 好啦 OK 你和你眼ない 真的 回怒 每個人 去 那麽來到這裏呢 那裏就是煤窩了 我下去轉過去就是煤窩了 那麽基本上這個路徑很快很快 那我就走完了 那麽我們前面這個呢 這個島的地方應該是喜寧洲來的 如果沒有搞錯那邊是喜寧洲 那邊那個島呢 就應該是平洲來的 好了終於完了 就快完了應該說 終於見到煤窩碼頭 不是終於見到的 其實就在我旁邊 是 有 有 但是 對 就三個 我找到 好,鳳凰徑全段都走過了 今天很開心 在2020年之前,我全部四條徑都走過了 麥利浩徑、惠逆徑、香港徑和鳳凰徑 今天剛剛走完鳳凰徑第13段 無言之,所有都完結了 謝謝,拜拜